资深狼网民教你如何快速有效分辨网络传言真假 上海的XBB很厉害 我们网民又闹一个大笑话 把一个什么打印机小哥的那个朋友圈发言当做治理名言 又说什么 哎呀又是什么XBB要来了 要囤蒙托石散 笑死 天天闹笑 跟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便利店的小哥 冒充什么生物化学什么 高精尖人才发言一样 有一个人被抓了嘛 在网上说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专家 自己五天里面感染了两次新冠病毒啊 一大群人在那里转发 哇真的吗这么恐怖 哎呀太可怕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后来那个人被抓了 那个便利店的员工 根据我多年的上网冲浪经验 我一看那个人就是 就是编的 武装自己的是知识 而不是美利坚货众国的狗粮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病原生物学病毒学博士 如果说一个真的就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 很少有人会说什么盲口的什么狗粮啊 职人啊 很少会用一些那种特别特别情绪化的那些扣帽子的那些词 他不会在这种特别是个人简介里面写这种话 我也不对他进行他的观点进行什么 我只是觉得他他的行为表现是非常非常不符合 他所要冒充的那个身份的 然后他那个背景一看就是个二次元的一个 一个日本漫画的那种那种背景嘛 你看虽然只能截图一点点啊 但是看得出来是这种是那种二次元的那个 就是这一张截图什么我记得我曾经提前两个月发朋友圈 提醒大家最好准备把美林部落分对以鲜安基分 要是看到我过我朋友圈结果还缺要的人可太丢人了 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 1月3日国家开放入境 目前国外登顶的毒株是XBB1.5 这玩意儿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 所以有条件的请准备蒙托十散补银业 噶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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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XBB1.5在国外把其他毒株 包括我们现在德的那些沙德屁滚料流 那个德子也错了 仅仅15天就登顶美孚第一 我们国内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 那种一开头就说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那种 那种开那种起手势就很典型 还有什么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那种平时说话没人听 终于好像我说对了一点什么 大家快看我呀快信我呀 快快认我做歌呀那种感觉 还有什么臭弟弟呀登顶美孚第一呀 喜欢用这种比喻的都不会是 各个行业的那种高精尖人才 不可能不可能 哪个高级知识分子会在说一些 比较严肃的事情上面 说什么登顶美孚第一 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 不会用这种话 就好像说说话就是说什么 啊他我给他翻译一下 就那种什么啊 目前这个毒株正在美国爆杀 那个薄 就是厚薄的薄 杀是那个杀 杀布的杀 爆杀 就这种说话 方式就特别特别的 突阳突三破 对对还有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这四个字一用 你整个人的水平就降低了 就被降维了 很营销号的感觉 很土土的要死 就是说哇他对我简直就是 我对他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这种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非常的土 还有什么二相博 我估计这些人都没有看过三题 可能就看了五分钟 看完三题 一般来说 比较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 比较在意自己羽毛的人 他说话不会用那么多浪梗 就是网络浪梗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女生的那种 水平比较低的那种说法 就是一来吉美们救命 记得吗 我前两个月跟大家说 真的信我吉美 就是这种感觉发言的风格 我跟你说 就囤那个什么 那个整长生 绝绝子 绝了我跟你说 一个字绝 如果还有人不知道 现在流行的是XBB毒株 我真的会伤心的 OK 我真的会泄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要买什么布洛芬 还有人不囤药 我真的酸挺 好用到多久久 我就是这种发言风格 不可能就是有什么 有太多水平 我一看到那些女孩子 一开口就说 救命 我就想说救命 很多女的 特别是你逛小红书 逛那个抖音 看到那种 带货的 就是那种 救命 这也太好用了吧 我不允许 还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 听我的 吉美 下去就买 一定要买它 叫命 这口不可能是什么 什么研究所的 什么博士后 什么 高级知识分子会说这种话吗 您翻译过来就知道了 有人说一下 吉美是什么意思 吉美 就是姐妹 翻译过来 你说双Q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用一些谐音梗 带砖 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砖 吉美是什么意思 吉美就是 就是姐妹 搏杀是什么意思 就是暴杀 这些谐音梗 就是老实说 多多少少 有点水平很低了 然后第二张图 这是我发到我的家庭群的 发给我妈的 你们认识常理修 共享大打印机的 一个黄头发小伙吗 他发了个朋友圈 被人接屏发抖音 结果火了 全国蒙脱失散 一夜断火 没想到比李佳琪还厉害 小红书上还有人 一本正经的分析 发朋友圈的这个人 肯定不是一生 笑死了 这就是怎么说呢 哎呀 利用了大家的一些 对对对 病毒的这种恐惧心理 网络活化时 为好奇宝宝们解释网络烂纲 下头是什么意思 下头还要我翻译 XDM就是兄弟们 兄弟们 BRB是Be Right Bike Trance是什么 是变性人 LOL有可能代表 鲁阿鲁 也就是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 也可能代表 Laugh Out Loud 也就是说大声笑 NMSL是你 JRS是贱人门 贱人 JRS就表示复数 这是中英中西一结合 疗效好 ZB资本 中国中国社会最坏的一帮人 DDDD叫懂得都懂 ZF是 Government YYDS就永远得神 怎么都不知道啊 2,000年后 指引是什么 是这个吗 我不太会 那个舞蹈